网络扩展的全新世界即将到来 自2013年夏季起 数百个通用顶级域名或GTLD 将开始现身网络空间 生成一个全新的网域世界 但是虽然新的扩展 可为网络业务提供众多令人兴奋的机会 品牌所有人还需保持着 其商标在这一全新世界会受到保护 为此互联网域名监督机构iCAN 设立了商标信息交换中心 这是一个有效商标中央数据库 由世界级供应商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和IBM公司负责管理 商标信息交换中心 是品牌所有人在每个新的通用 顶级域名发布和启用期间 保护其商标的唯一经授权的通用工具 自2013年3月26日起 交换中心将向世界各地的品牌敞开大门 在商标信息交换中心登记商标 可为品牌提供独特的服务 每个新的顶级域名向公众发布前为日初期 日初期向知识产权所有人提供优先使用权 从而使其在域名尚未更大范围可用之时 保护与其权力相关的域名 因此任何在新的顶级域名日初期 希望保护与其商标相关的域名的企业 或知识产权所有人 必须已向商标信息交换中心提交相关商标 一旦日初期结束 域名向普通注册开发 已在交换中心登记其商标的品牌所有人 便可获得保障 域名申请人试图获得的域名 与交换中心的品牌 若有任何匹配 在其注册之前将会受到警告 如域名申请人受到警告仍继续注册 权力所有人将通过商标维权系统收到通知 得知其域名已被注册 从而使其处于有利地位 采取其视为必要的任何强制措施 仅需单笔费用 全力所有人便可选择将其项目 在商标信息交换中心登记一年、三年或五年 该费用对所有类型的商标通用 不论国籍 在交换中心登记商标的费用 包含每个日初期的使用 对任何交换中心项目的潜在侵权的警告和通知服务 以及任何实时客户支持服务 若要在新的顶级域名首轮内保护商标 我们建议至少登记三年 这是因为新的顶级域名的推出并非爆炸式的 而是步履蹒跚地缓慢进行 以确保有序采用 因此将会延续一年以上 可直接向商标信息交换中心提交商标 也可通过官方代理商提交 他们可对流程提供专业支持 帮助确保商标所有人 在每次域名发布前受到妥当保护 若要了解如何在这一全新的 顶级域名世界保护您的品牌 请访问www.trademark.clearinghouse.com 请访问